乐团在台上卖力开唱 台下民众在摇滚区跟着嗨翻天 去年的跨年晚会又是风又是雨 借用市举办多年跨年晚会 今年传出喊停 面对外界关心 市长谢国良表示 去年的跨年晚会 民众穿着雨衣跨年 真的是太辛苦 那因为考量到天后问题 我们希望办在室内 因为等过一阵子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卡斯就知道 非常值得来 应该是史上基隆晚会 最强的卡斯的一个活动阵容 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 狂风暴雨侵袭这个活动内容 所以我们今年改到室内举办 那另外在我们新北耶诞节 还有在这个跨年101 我们会准备专车 给到那边游玩的基隆市民 一个专车能够尽快地回到基隆来 所以基本上我们办这个活动是希望 想去新北耶诞城的也可以去 我们提供专属的交通回家 想去台北101跨年的 也可以去我们一样提供专属的交通回家 另外基隆另外办一个 有史以来卡斯最强的一个室内的圣诞晚会也好 就会有两派意见 有一些人觉得说大家都在台北 很多年轻人到台北去参加跨年晚会 可是我想我们基隆市这几年 培养出了非常多的独立乐团 还有地下乐团 都在我们基隆市发光发热 包含现在非常成名的告武人 他当初在还没成名之前 就在基隆唱了我们跨年晚会等等的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 也是具有指标意义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我们跨年晚会 还是可以有继续办的可能 我想每一个城市都要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我们的城市就是海洋 然后独立乐团 我想这是一个 这几年已经培养出来的一个指标 虽然基隆市今年不办跨年晚会 不过谢国良表示 12月23号举办的耶诞晚会 卡斯是史上最强 相信会有很多民众慕名而来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导 主持人 сов